印度媒体曝光了中国最新的高超音速导弹 说这个是吸气式的高超音速导弹 性能是对标的美国的HAWC 印度的欧亚时报说中国正在研制新的超燃冲压发动机的高超音速导弹 而且是中国发展非常迅速 发动机是模拟高超音速试飞期间实现了长时间稳定运行 什么意思 就是中国在研制吸气式的高超音速导弹了 这个我给大家介绍 美国现在几次失败的全是这类型 中国其实走的一个是什么 是在临界空间压轨道那打水漂 这种方法 而美国这个难度更大 它去完全靠自己的发动机能力 我之前介绍过中国其实有三条道 已经找到了三条出路 这三条出路看来是中国也是最难的一条道 就跟美国对标 那也说中国呢在这个 这个印度媒体认为 中国在高超音速武器领域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 这个似乎已经是通过 几乎所有类型的高超音速武器了 印度确认的不是咱是吹牛逼啊 是印度人确认的 而且是已经构筑起了对美国的绝对的技术优势了 我觉得这个话是没毛病的 咱们老观众都知道吧 咱们可介绍过 中国已经三条道了 美国那一条道确实挺难的 但是他这个没走通 对吧 中国是全方位的在毒死美国发展高超音速武器的道 这是印度人 他的判断 他说呢 AGM-183A本应该是美国空军的第一款高超音速武器 就是这一款武器采用的是火箭推进 他用火箭助推 华洋体高超音速导弹 但是由于最近三次测试全部失败 再加上中国已经研制出的 比AGM-183更先进的东风时期 而且实现了大规模列装 自敢追赶中国无望的美国空军 不得不放弃了AGM-183A 他现在转向了投资美国洛西德马丁的HAWC 这个确实首次听说 这个其实就叫做采用超然冲压发动机的高超音速武器 最大特点就是无需携带氧化剂 所以他具有结构简单 成本低 重量轻 当然他这个单位推力就高 所以速度快 在军事和航空领域是有广泛应用前景 而具备现在世界 其实各国尤其是想要发展的 都是向这个方向在发展 你看中国也不例外 中国现在是对标的 之前通过研制东风时期 迫使美国空军停止发展AGM-183 中国用什么 用东风时期堵住了你的AGM-183 这个发展道 现在中国又是类似 印度人分析 也是类似 我找你对标 对标 对吧 你这个落马研究的HAWC 那就是我要研制跟你 或者比你更先进的 吸气式高超音速武器了 你看中国就是这样 对吧 你想想是不是 你这苹果如果没有知识产权保护 中国早就取代你 虽然有分析认为美国空军之所以放弃 AGM-183A而选择这个HAWC 是因为这个HAWC它是技术难度更低 这难度更低 但其实美国媒体 其实说错了 这难度更高 看咱节目都知道 这个难度是更高的 超人冲压发动机 这个难度是最高的 其实超人冲压发动机 虽然结构 要比火箭发动机和喷气式发动机 简单 但是它因为结构简单 往往也就意味着 它这个材料和加工工艺 要更加苛刻 那也就是说美国空军选择这个HAWC 更多是因为它在这个领域 是相对于AGM-183 它有更多的技术储备 也就是说他认为这个道路 不会被中国封死 美国空军和NASA分别在 上50年代和50年代末 和60年代中期 就已经开始研究 超人冲压发动机了 先后推出了7倍音速的 X-43A飞行器 6倍音速的X-51A飞行器 还有奥特拉进行了低成本的 这个超人冲压发动机合作 虽然这些项目的进展都不太顺利 不仅仅遭遇很多次失败 那么X-43A和X-51A 也是一直没能成功 但很显然什么呢 这个领域 这个明显它是已经很早就起步了 所以它有一些积累 也就是它指望着这个方向 能够凭借自己的积累 能够突破中国封锁 现在美国突破中国封锁 所以随着相关领域的空气化 所以美国在超人冲压发动机领域 已经提前遇到瓶颈了 但即便如此 相比于这个HM-183 美国空军在超人冲压发动机领域 它还有很多积累 所以它还是要走这条道 洛西特马丁公司的HAWC 在去年进行首次测试获得成功 今年3月份进行了第二次测试获得成功 和HM-183主要是由B-52H轰炸机发射不同 这个洛马的HAWC 因为它是超人冲压发动机 所以它的尺寸上有极大的优势 是有利于小型化的 所以美国空军队它的定位 就是能够用F-15E F-22A和F-35A这样的战术飞机 可以进行挂载 不过它的整体进度现在不理想 因为3月份这次秘密测试 那么到美国 虽然宣布测试成功 但是并不是像以往那样 对这次测试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传 包括照片视频全都没有 美国习惯都是高清照片视频给上 生怕你不知道 它现在通通都没有 仅仅给出一系列的数据 比如说这个速度超过5马赫 这个速度上保持较长时间 导弹飞行高度大约是 6万5千英尺高度 飞行300多海里 那这些数据其实并不是很 很强啊 就即使按照高超音速武器 最低5马赫速度算 它现在这个HAWC的飞行时间 也只是持续了5.44分钟 5分多钟 是吧 就刚刚达到美军最低要求 那中国在上个月底的时候 公开了这个舰载版的鹰加21啊 这个有人说是这个鹰加21 其实咱们 咱们其实这个说了 它并不叫鹰加21 咱们暂且叫鹰加21 这是美国人给它起名 就05的那个舰载版的 高超音速反舰导弹 大家知道 那个导弹最大射程是1000公里 而且最大速度是6到7马赫 而且持续飞行时间是 6.99分钟到8.16分钟 就是7到8分钟 那你要明白 如果这 你看它俩相差的是 应该是在2分到3分钟 对吧 那这2到3分钟 你可以讲它是高超音速 那你想想它这个距离 就可以玩 就是对于高超音速导弹人 发动机 多工作一秒钟 你都要付出巨大努力的 何况这3分钟了 你说中国确实是给它关上大门了 即使它现在 想往这个方向走 你看中国全给它门堵入 就是你现在不行 这个比较呢 其实也不公平 因为空射版 由于高空发射 所以它这个舰载 它这个导弹载机的速度 也有对它有一定加持 它最大射程 是要大于同款的舰载版本 也要说 也要说什么 美国还得减分 美国还得减分 我是从这个地面上 从零 对吧 船上发射 而你这个飞机发射了 你这个能跑这么 这么个距离 对吧 这么长时间 实际你还要再接着缩水 因为你有飞机带 其实英机21空射版本 早就出现了 轰6N 对吧 它换了这个 更大的二级主推器的英机21 最大射程 据说空射版能到3000公里 这个两年前就曝光了 所以它的发动机的工作时间 应该是更长 所以美国空军这一次试射 虽然成功 但是现在这个HAWC 离正式定型量产 应该是还有很长时间 因为它现在谁也干不过 造成这个一切的原因 就是极高的技术难度 现在这个你赖不了谁 这就拼 对吧 竞争嘛 中美竞争 那就是拼 现有的这个超人冲压发动机 主要技术难点 就是如何实现能够 大且稳定的推力 相关的技术难点 就是怎么样增加稳定的推 那增大发动机的推水平呢 有效的 尽可能提高 这个超人冲压发动机的燃烧效率 尽可能长的维持工作时间 简单说就如何确保 经过压缩的高超音速气体 在这个燃烧史中 能使这个长时间稳定高效的工作 那这一点上看中国的科研团队 取得的重大突破了 已经突破了 8分钟 你想想 首先是修建了这个世界上最 应该是唯一的 这个规模超大型的高超音速飞行器 这个模拟器 就是GF-12 激波风动 我给他介绍过 在那 在中国北京 这也是国际上第一座 可以复线飞行条件的地面空气动力学实验设施 此外中国还在建 还叫江 江要建的 更大的先进的GF-22 刚才是-21 叫超高速风动 他能实现复线40到100公里高空 时速最高达到10公里每秒 就是30倍音速 30倍音速 如果中国奔着那个方向去 你可以讲 那个30倍音速的导弹 那个是无敌了 无敌了 你就封神了 中国就是外星人了 那这种条件 现在事情没有 中国准备建 那他建成将进一步巩固 中国在高超音速飞行器领域的地位了 现在这个印度人也说了 这个美国人完蛋了 这个美国人完了 不是咱说的 是印度人说的 此外中国还研制出了 这个世界上首台航空 这个煤油超人冲压发动机 再加上零云2 零空空间平台超人发动机 研制成功 每一步都走得非常扎实 这里边呢 你看北京和上海不同在哪呢 北京聚集了大量的军工 高科技和上海不同 上海全是 也不能说是没有 但是他确实技术含量还是第一个大一次 第一个层次 确实从北京来看 他这个周边确实聚集了大量的 非常神奇的 非常隐蔽 如果从用一个百年历史来看 他确实是非常潜力巨大的 但你上海是特斯拉 你造特斯拉 也不是说没有前景 但是说和这些东西相比 确实差一个代差 差几个代差 一个奔着是风神去的 一个是要在地球上当榜 就这个差别 所以你可以想想 北京还是 我觉得还是北部 这个方向 还是中国的重点 每一步中国走得非常扎实 这是印度媒体评论 事实上首台航空 煤油超燃冲压发动机 0月2号 临近空间平台超燃发动机的成功研制 而且中国要再次搬到超车 也就是说 更先进的旋转爆震发动机 这个领域 我也介绍过 也介绍过 回去啥 如果这个研制出来以后 更先进的连续旋转爆震发动机 和战力式斜爆轰冲压发动机 我都介绍过 这是中国高超音速武器 高超音速发动机方面 其实这种发动机 你现在听着 很陌生 我告诉你 这就是星际飞船 这是星际飞船的动力 你没听错 是星际飞船 什么意思 你能从 能在地面带你上太空 然后再回来 而且可以星际旅行 是这个发动机 确实你现在听着 但是估计 50年以后 你再听 就非常普遍 那区别于美国研制的超人传达发动机 连续叫斜转爆震发动机 采用了特殊的同心圆结构 它是利用旋转部件 使燃料在气缸之间的间隙流动 然后省去了额外的机械部件 然后发动机的体积重量 还有成本就得到有效控制 而且在点火以后 内部冲击波的压力和温度 都要明显高于传统的超人冲压发动机 因此无论是燃油效率还是推力 都比传统的超人冲压发动机效率要更高 但是爆震发动机要产生足够的爆震波 就必须在发动机内部实现每秒 数百次以上的爆炸 那么无论是技术难度 还是对材料性能要求 都远高于传统的超人冲压发动机 四川绵阳市的中国空气动力学院院 他说中国的旋转爆震发动机 已经能够实现每秒数千次爆炸 都不是百次数千次了 所以这个方面积累 你看中国的实力 就可以5马克或者更快的速度 推动飞机或导弹飞行 中国那个亚国的轰炸机 其实用中国很多可以给它配发动机 不像美国现在一款发动机都没有 那么模拟的高超音速试飞时期期间 它已经实现了长时间的稳定运行了 这是已经证明的了 显示技术已经非常成熟 那也就是说它的技术已经成熟了 暴震发动机中国非常成熟 离正式这个样机实验应该是不远了 而值得一提是什么呢 这个发动机采用的是低成本的 叫碳氢化合物燃料 经济性也非常好 它是非常便宜的燃料 那战力是斜暴冲 冲压发动机 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高温气体动力学重点实验室 叫江宗林团队研制成功的 相购论文是2022年在中国航空学报上就发表了 你可以研究一下 这个发动机是目前超燃冲压发动机一次重大技术革新 在高超音速风动测试中 这款发动机无论是推力燃油效力 还是操作稳定性上都展现出了 对传统超燃冲压发动机的一个巨大优势 理论上它装备 战力是斜暴轰冲 冲压发动机 这个飞行器最大飞行速度是16倍音速 而且未来这个亚古道飞行器 中国载人的一定是16倍音速飞 有分析认为中国的暴震发动机领域水平已经领先美国30年 领先美国30年 印度人告诉你 中国领先美国30年 你说美国完了吧 肯定完了 30年怎么追 因为美国在连超人抽压发动机的稳定性 他没解决呢 人家已经是两款了 这就导致象征落马HAWC研制进度 异常缓慢 你还研究个屁 我建议你还是下台 赶紧下马 把这个钱省上来 捐给乌克兰 接着打地道战 那种上二世纪那种 二世纪那种战争 接着打那战 我就发现美国这钱用的真太逗了 那也就是什么呢 也就是决定了 美国现在连传统的超人抽压发动机都搞不定 更不说这个暴震是发动机了 就是说 印度人认为说 中国将会成为世界上率先研制出成熟的超人抽压发动机和采用该类型发动机的高超音速飞行强国 而且是绝对的旧挖 而且在高超音速导弹研制上也是要领先的 对的旧 对的旧